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承认 政府在过去曾经以错误的理由 援引内安法令 扣留了不该被扣的人 包括在1987年展开的茅草行动 也是一项错误 他坦言这违反的第二任首相敦拉萨 在提成内安法案时的承诺 既政府不会用内安法令来扣留证件不同者 另外针对行动党吴吉尼乳 而国会议员卡巴辛质问 为何不远引内安法令扣留当年发表 用华人的血清洗短见的首相纳吉时 纳兹里以自己当年在现场为由 强调自己可以证明首相纳吉 从来没有发表过以上言论 昨天有44人因涉嫌新加坡 嫖除激案而被控 当中包括教育界名人 前公立培训学校校长李力宏 今天又有一名来自民校的教育工作者 被卷入风波 可能在第二批涉嫖名单中被控 多名被告为了躲避镜头 而不惜变装逃跑半岛记者 甚至还冲出马路差点被车撞击 竞选门2.0联合主席安美佳说 世界各地41个城市的大马公民 将在4月28号下午2时 同步进行集会 以向政府表达 落实干净与公平选举制度的诉求 他说竞选门除了在独立广场 进行3.0大集会 以计划在槟城 马六甲 Rofo 沙巴和沙拉越 举行黄色集会 进选门委员黄敬发也表示 我国有多达4万多名的可疑选民 数量足以让国阵冲夺水州政权 大约40名来自彭亨关丹的 大马拯救委员会成员 今天早上9点 抵达水州万宜的大马核能机构 出席莱纳斯听证会 他们在机构外拉布条请愿 要求科学 工艺及革新部长迈西木 吊销三张 发给莱纳斯的纸照 并从霹雳州红尼山 带来一个贴上 反辐射标签的盆栽 苏要送给买西木 内政部长西山穆丁指出 2012年志愿警卫团法案 将取消一些人民担心的条文 例如不再允许志愿警卫团携带武器 也不服于他们扣留 检查及逮捕任何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 西山穆丁指出 政府会依照个别案件来决定 是否释放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人 霹雳州安顺 一名51岁男子萧国财 因为样貌被指长得像老千 而被霹雳州各地的警方轮流扣留超过10次 夏国财哭诉自己精神压力非常大 他希望警方不要因为他 长得像某一名骗子而扣留他 也请老千不要再干案了 不然他可能又会被扣留一次 更多新闻请留意